来看看这真的好幸运哦 桃园有一名男子要帮老婆过生日 但没有太多预算 于是他花了50块钱买了一张大乐透 真的中头奖了 这张50块的大乐透换得了1.2亿 生日礼物瞬间大到可以让夫妻两个人买房子圆梦了 中大奖了 彩券行不调高挂 因为开出大乐透头奖1.2亿 而且中奖的背后有段桃老婆欢喜的故事 还才表示中奖者眼看老婆大人要生日又没有钱 于是花了50元买一张大乐透当礼物 没有想到竟然中了1.2亿元 没有耶没有中了大人可能就请吃饭而已 我觉得他很幸运啊 他很幸运也真的 对 好羡慕 托老婆大人的福竟然中了1.2亿 羡煞不少人 太太中头奖时还先卖了关子 问老公你知道中多少钱吗 老公原本才百元千元 没想到竟然是1.2亿元 令他难以置信 夫妻买房的梦想终于美梦成真 他才就打电话给我 我还吓一跳 我还吓一跳 以为是什么事被要处罚 他说没有啦 你是这种大乐透头奖 你知道 生日礼物瞬间从50元变成1.2亿元 手导这样的礼物肯定永生难忘 解铃出墙 桃源报道